大家早上好 我是威廉 我是Rancho Cucamonga的地产经纪 今天早上我来到我们方塔纳这套房子 来取我们的牌子以及胶钥匙 这套房子在今天我们会完成过户 恭喜我们的客人 我客人卖掉这一套房子以后 他去换一个学区房 我已经帮他找到了我们想要换的房子 而且是一个新盘 等一下我会带大家看一下 OK刚刚去把钥匙收集起了 那个两个是给那个侧面的钥匙 两把大门钥匙 还有一个那个信箱钥匙 但是呢屋主没有车库有空气 说上一个房头没有给他 那屋主可以告诉我他没有 但是我不能告诉买方的agent 没有车库钥匙这样有点不太好 所以我刚刚专门去home depot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universal的任何牌子都可以配这种remote control 而且对方的agent是跟我合作过好几次的 这种小事情我不能让人家难办吧 对吧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 就是我的客人 卖这个房子的客人 他是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但是他想做 Tensor 21 Exchange 就是房产置换 估计很多朋友都觉得 啊外国人也可以做吗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有很多前期工作要做 我就把这个动房子我们是怎么操作的基本流程给大家分析一下 当然如果我有说的不是很准确的地方 请大家见谅 具体的事情请咨询您的会计师 那我这个客人是卖房以前呢 我们是让他去申请的报税号 Tax ID 拿到Tax ID以后呢 你需要补报过去两年的税 如果说您是外国人已经有税号了 也有报税了的话呢 这个动作呢 等于是你就省了 但是我这个客人之前他是没有做这一系列动作的 之前其实他的管理公司有提醒过他 要申请税号 要报税 但是因为呢 人不在这里 估计也没有太好的料理 所以说 在这次卖房之前呢 我有建议他们去申请税号 然后我们是补报了过去两年的税 这样呢 这个房子呢 你就可以申请1031置换 我相信今年一直在找房的朋友肯定会经历一个事情就是 抢二手房 抢的头破血流 抢不到 对不对 面临同样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呢 我客人卖掉这一栋以后呢 我们是去买一个全新的房子 也是Etiuanda学区的 所以说 抢不到二手房 不如考虑一下新房吧 废话不多说 下面我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订的新房 这一栋以后就要帮客人顺利的下了订金了 我们就等着6月份交房 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新盘吧 我客人订的这一套房子呢 它是1997尺 三房2.5玉 三车库 后面还带一个California room 非常的舒服 然后它现在的价格是69万8600 这个社区呢 里面一共有193栋房子 然后呢地税大概在1.7左右 分房子的大小 物业管理费是 现在是230 等全部盖完交房以后呢 是193 Etiuanda的学区非常靠近Rancho 然后去小学初中 开车五分钟以内 去高中最快了 只有1mai 开车两分钟就到了 刚刚忘了说 这个社区内 它还是一个铁门社区 里面有游泳池 有那个BBQ 然后有这个三个公园 是一个铁门社区 我身后的这一套呢 就是我客人订的房子的样板间 OK 现在是真正的进去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 进门呢 就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空间 厨房 饭厅和客厅是整个连通的 非常的开阔 这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是进门的位置 旁边一整面都是窗户 厨房 旁边呢 这是饭厅的位置 这边出去呢 是那个去后院 是有一个California room 这是大门 进来的左手边 这边首先是一个closet 这边是一个closet closet旁边呢 是楼下的半个卫生间 这卫生间是带窗户的 好 进门以后 左手边呢 先是一个凳 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设计非常好 这一面 抢约全是窗户 完了之后呢 小朋友可以在这里 做作业啊 或者玩游戏啊 大人呢 在旁边 准备晚餐 相互能照应 这是非常好的设计 楼下的空间非常的开阔 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是 进门的时候啊 这边是道车库 车库进来之后 这边是可以 做一个收纳 或者挂一些书包啊 放一些自己的那个 要出门之前要带的东西 非常的好 那对面呢 还有一个 closet 然后这个户型 我客人为什么喜欢呢 虽然说房子只有 1977尺 但是它有三个车库 这种盖法算是比较奢侈的 好 我们到这个后院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加州房 是不是很舒服 从这个范芹出来之后 就可以到后院 这个加州房这里 上面是有遮挡的 非常的舒服 它的院子大概是怎样 当然这个烧烤啊 这些是没有的哈 这个院子需要自己做 但是它有这个加州房 真的是把这个室内的空间 可以伸展到室外 这边还有一个门 是可以直接到车库的 那我们去看看楼上 楼梯上来 正对着呢 是一排柜子 而且柜子上面呢 是做了两个窗户 这样增加了我们的采光 转过来 这边是楼梯上来的地方 上面也有一个窗户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新房子盖的 它窗户真的是特别多 那我们首先看楼梯上来 以后看右边吧 右边 这边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也带窗户 真的很好 更好的是 现在他们能够在洗衣房里面 给您做一个水槽 不到70万的房子 能这样设计 真的是不错 转过来 从这个门往里 就全都是主卧室的空间 首先是左边的 主卧室卫生间 双的洗点池 淋浴 这个淋浴很有意思 上面有窗户 下面有做了两个台子 可以坐在这里洗澡 设计真的蛮贴心的 把这间的位置 对面还有一些储物的 好往前走 来到我们主卧空间 主卧室也蛮宽敞 而且非常的明亮 这一面墙有四个窗户 这边有两个窗户 看看主卧室的衣帽间 衣帽间也是带窗户的 我太喜欢他们这个 把窗户设计的很多 这种设计了 好看完主卧室 我们去看看客房怎么样 进入第一个客房以前 这边有一排柜子 大家可以摆上面 摆一些照片 摆件 下面放一些文件之类的 非常的贴心设计的 第一个客房 是这样的 大小适中 然后也是窗户 开得很明亮 外面都会盖房子到时候 这边还多了 一个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的话 小朋友摆一个书桌 放点电脑 放点书籍 在这里可以做作业 是完全没有问题 从这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房间的样子 好 我们现在去看第二个房间 它这个设计的更好的地方是两个房间 是Jack and Jill的设计 共用中间这个卫生间 两个房间都可以当套房使用 双的洗脸池 对面的就是浴室和马桶间的位置 又有窗户 真的太好了 好 在我前者就是第三个房间 这个房间也是两面墙都有窗户 从这里出来就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走廊这里 这段时间我给我的客人发了很多房源 包括Rancho Cucamonga的二手房 或者说一些比较好一点的condo 包括这个新房 我都有发给他 录视频发给我的客人 他看了这个房子以后呢 就决定了 就要这个 其他的都不考虑了 因为他喜欢这个房子 这种现代的设计感 而且墙上真的是非常多的窗户 包括这个窗户在这里 包括这个California Room California Room都设计的非常好 楼下的空间非常的开阔 而且是三车库 楼上的空间呢 就是主卧室在一边 然后互相不打扰 另外两个房间 共用这个Jack and Jill的设计 非常的喜欢 虽然说学区不是最好的学分 但是呢 他依然坚定的要买这栋新房 视频前呢 你如果有喜欢的话 请记得和我联络 接下来呢 我会带大家看一下 他的另外一个紫色区叫Golden Lord Golden Lord里面有一个户型 我觉得是非常大气的 带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Golden Road这个社区 它这个社区里面呢 是有三个户型 最小的户型是从2006池期 三房三玉 那最大的户型是2743池 五房四玉 三车位 可以停三部车 价格呢 是从703,000到774,000 那交房的时间呢 基本从最早的是今年6月份 那Golden Road这个社区里面 所有的房子呢 是可以 现在可以定的 是今年8月份交房 接下来 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最大的这一套 好 现在带大家看Golden Road 最大的这一套 Plan 3 2743池 然后是五房四玉 可以停三部车 要价是774,000 一进门 就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空间 那个客厅饭厅 还有他的厨房是连通在一起的 也是这一整面墙 这边全是窗户 那个是他的California Room 从另外一个角度 给大家看看这个空间状况 这是我们进门的地方 这三个空间连接在一起的话 开Party是会很爽的 大家都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但是也不会显得拥挤 这是他厨房的样子 然后他楼下呢 是有一个房间 这边 这边首先是他的车库 车库是停三部车 最里面那个位置呢 他可以重叠 里面比较深 他可以重叠停两部车 这边还有个停一部车 所以是三部车的位置 进门以后 右手边有一点柜子 然后左手边呢 有一个closet 那往里面走 就是楼下的卫生间 楼下是可以有浴室的 旁边呢是楼下的房间 楼下的房间大小也非常的不错 好 上到二楼 给大家看一看 上来二楼 左边是主卧室 也是这种主卧室 跟其他的空间是分开的 非常气派的一个主卧室 宽敞明亮 这是主卧室的样子 来看看主卧室的卫生间 对面是霜的洗冷池 旁边是淋浴 淋浴上面两边都有窗户 淋浴旁边呢 有一个储物间 可以把多余的毛巾啊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然后对面塞着马桶间的位置 不用说肯定也是带窗户的 旁边塞了走入式衣帽间 非常的深 也带窗户 impressive 主卧室是算是相当的奢侈 看看其他空间 这里很漂亮的山景 冬天下雪的话整个山头都是白的 好 这个是我们刚上来的楼梯 上来右手边呢 上来右手边呢 往里走是一个loft 这个loft开了一个长长的那个玻璃窗 loft旁边是一个套房 等于是楼上有两个套房 套房的旁边是 他的卫生间 也是带窗户的哟 这是淋浴的样子 好看完这个套房 从我们出来 左手边是洗衣房 洗衣房也是带洗水洗手槽的 洗衣房正对面是刚刚这个loft 我们已经看过了 好 那我们再回到走廊的左边 正对着呢 是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的话呢 是两个房间共用的 这边也是带窗户 然后这个卫生间呢 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房间 先看看左边这个房间 他是这样的 两面墙上也是有窗户的 这是第四个房间 房间大小非常的适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新盘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 欢迎和我取得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 他非常靠近Rancho Kokomo 基本就是在街上的地方 学区还不错 然后呢 又是新房设计理念非常好 这个楼盘呢 是刚开盘没多久 才几个月 所以说现在还在靠比较前面的Face 大家知道买新房 越早买越便宜 他越往后release出来的房子呢 每一期他都会加价 所以说视频前的您有兴趣 赶紧和我取得联络 我是Rancho Kokomo 的地产经纪William 我喜欢拍视频 我喜欢把我知道的地产知识和您分享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